好 持續帶大家來關心的 就是浮屍案 警方是擴大調查的範圍 並且公布了最新的數據 發現說其實從二月十八號 到三月二十九號 這一段期間開始呢 竟然是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沿海發現了二十具的浮屍 這之中的包含了 是有七個人是越南籍的 另外還有九個人是本國籍的 有四個人是有待確認 不過這本國籍的呢 目前是已經由家屬領會 而且初步排除是人蛇集團的 那麼根據瞭解呢 現在發現說這十四個人呢 彼此相大多都是熟識的 那麼有許多是偷渡來到臺灣 想要來大工賺錢的 好 那麼其實這一次呢 找到的這一些呢 目前不排除呢 通通都是偷渡客 只不過呢海巡述也透露了說 有越南社群網站 在二月底當時他們就在討論說 要來購買中國的船隻 然後偷渡到臺灣 一切就這麼剛好 在三月初 海巡署呢就在彰晃的外海 找到了一艘翻覆的 中國玻璃纖維船 兩岸之街到底有沒有關聯呢 好 高檢署就在今天 是立刻召集了六個縣市的地檢署 要來聯手 釐清真相 出動五人機在海面巡查 海巡署也加派人力在沿岸搜索 實在不敢大意 因為警方掌握的名單當中 不排除還有七人 可能命上大海 調查範圍在擴大 時間一路拉到上個月十八號 到這個月二十九號 總共找到二十具浮屍 其中九人是本國籍 確定和先前懷疑的人蛇丟包案無關 七人越南籍還有四人身份不明 而警方也掌握一份月籍偷渡客名單 其中七人確定就是這次 尋獲的越南死者 他們疑似從越南搭船出發 到中國沿海再試圖偷渡來台 是發生了船難 還是被惡意丟包 有待釐清 這些偷渡名單 他們都曾經來過台灣 擔任過移工等等的身份 所以我們不排除他 這次偷渡地點 是要再回台灣來工作 現在更傳出 在台南巡貨的遺體上 找到一張十四名越南人的合照 疑似就是登船前所拍攝 海巡署更表示 有越南社群網站 二月底時曾討論 要購買中國船隻偷渡到台灣 無阻有偶 三月初就在彰化外海 找到一艘翻覆的玻璃纖維船 中國船東更證實 這艘船去年就已經漂流遺失 不排除兩起案件有相關聯 目前就是在清查 筆對這些人的一個身份 以及過去入出性的一個資料 浮屍遍布南北沿海各地 就怕真有人蛇集團在海上丟包 高檢署集結桃源台中台南等六大 地檢署聯手偵辦 刑事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也加入協助DNA鑑定 要盡速查出剩下四人身份 這些人又為何冒險渡海 真相為何全台都在關注 華視新聞梁亜婷 林志淳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即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